现在是凌晨凌晨点点 与此同时安徽省淮南市刑警队也已抵达商丘市宁灵县 与当地警方展开对接工作 准备对设施车辆进行扣押 从中设备 视频都拍了 淮南行警第一期受惠 不然比较 反正正常主席我拿刹目 今天非常好 感谢淮南行警 感谢宁灵县的冠军配合 有人欢喜有人愁 看着淮南市警方把一辆一辆车找了回来 安徽合肥的邓先生也想寻求警方的帮助 邓先生说 一个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正在发生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现在有部分车辆已经出现了离线 车子找不到的状态 希望当地警方过来协助 先把车辆扣押到有关相关部门 现在时间非常紧迫 因为这批车辆随时可能会被拆解转运 这批车辆一旦被拆解软运之后 那追回的难度无疑是大海落针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 这个GPS上最后的显示的这个地点 查看这个车现在的一个状态 与宁灵县柳河镇派出所民警会合后 邓先生来到了自己车辆所在的位置 闻讯赶来的村民站在车库门前 寸步不让 场面一触即发 咱现在可以先沟通一下 咱别开这个闪光灯行吗 挺打眼的 玩上啊没玩上啊 你必须给踩带 玩上啊你叫不离元的 你请进去离元的 咱也如果是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 获得这辆车的话 咱也可以进行一个 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展触 你问一下一直问他不问我 你现在问我的情况呀 你就不要我拍 刚刚给你出事接应了 给你出事的就是介绍信 同志 如果你的车子是经过合法处境获得 那你为什么要藏在屋里面 你过来抢了我不抢 我没有抢你的车 我说我狠心了 那么你有这辆车的合法手续吗 你有没有这辆车的合法手续 你有没有合法手续 你有没有合法手续 这这开俩有了 你有吗 有有展示一下 对 打门打门拿过来 打门 拿个书以后又拿过来 看书以后又拿过来 打门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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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人照片 来邓居 买个啥用 你行使人照片 我用行使人照片来 你行使人照片拿下用 我也管帮你用 大家情谊不要激动 大家情谊不要激动 可以随时随地 现在插我个人信息 车量就是我自己的 我现在是 我现在以一个公民的一个角色 我现在来 我也是个公民 我知道 我也是个老农民 你们都是黑社会的 带头过来找吧 这来说 是你组的 是我组的 我也是受害者 我一转场进入 你这个 然后你这个 我转为我上家了 但是他组给谁了 他去找事 他不愿意来找我 长面一度进入僵局 邓先生为了保证车辆不被转运 决定再次守夜 与他同行的高先生 在不远处 找到自己的车辆后发现 对方为了不让车辆移交到警方 已经将车辆完全破坏 对方人已经逃离 将我们车辆彻底损坏 大灯砸上 前后两个大灯全部摧毁 后视镜砸掉 然后将我们车辆的屏幕全部砸坏 屏幕全部砸碎 现在是凌晨 凌晨连点 来 西比亚二七 带你回家 更多车主开始寻找自己的车辆 在寻找过程中 与当地村民发生了冲突 按照邓先生的说法 车主们损失了车 村民们损失了钱 两头都是受害者 而谋取利益的苏某和陆某仍然逍遥法外 希望警方能够尽快调查清楚 生活有麻烦 都市街道办 记者陆明 现场为您报道